冷气团发威 5号晚上到6号清晨 是这波大陆冷气团最强的时候 清晨最低温出现在加益13.3度 破今年入冬以来最冷记录 台中、舒澳也都只有13.8度 各地气温都不高 白天北部宜花高温也只有18到21度 一整天偏冷 其他地区23到26度 提醒民众要注意保暖 尤其中南部朋友要留意日夜温差变化 另外在天气方面 北部东半部局部有雨 尤其基隆北海岸 大台北的三区跟宜兰降雨几率仍然偏高 中南部地区则是以多云天气为主 三区也是会有零星短暂雨 而7号过后冷气团稍微减弱 温度小幅回升 中南部留意日夜温差大 不过8号又会有另一波冷气团南下 这波会比较湿冷 中部以北东北部低温下探13度 预计会影响到10号左右 原市新闻穆拉斯比亚台北市采访报道